你记住呀,以后不管做什么鱼,我们在腌制的时候,切记直接加盐和料酒 五星级大厨教我一招,鱼肉外焦里嫩,五星味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去腥第一步,清洗干净鱼服装的黑膜以及贴骨血 第二步,刮粘液 鱼身上的粘液又滑又腥,用刀顺着把鱼身上这层黑黑的粘液刮下来 第三步,去除鱼心线,鱼头和鱼尾各来一刀 在鱼骨处有一个小白点,我们用手轻轻地拍打鱼身 就可以把鱼心线去除下来,再次清洗干净 这样纤维就去除了90% 接下来我们开始处理鱼肉 改刀接成三指宽的大块,再从中间划上两刀 平时在加腌制鱼的时候,切记不要加料酒 只需撒点食盐,放上兑洁的葱姜 葱姜可以使鱼肉更加的鲜嫩 葱姜一起可以达到很好的去腥效果 如果加入料酒,挥发不掉的话 不仅不去腥,还会使鱼肉发酸 食盐可以使鱼肉很好的入味 放在一边腌制20分钟 要想煎鱼的时候不粘锅 需要提前把锅烧热 热锅凉油,撒上食盐 沿着桌边,下入鱼矿 无论是煎整鱼还是煎鱼矿 当下锅的时候,气质别是煎三重 三大,煎至定型 煎至三分钟左右,给鱼块儿翻面 继续煎上三分钟 这样煎好的鱼块儿,外焦里面鱼骨都是酥的 重新起锅,加入一小块儿的猪油 有热,放入葱姜蒜,强出香味 然后再放入我们家一直在吃的这个烤鱼料 平时用它做烤鱼或者是鱼火锅 真的是好吃,有锅也 在家就可以做出饭面的味道 开小火,炒出酱香 再来上一碗啤酒 既能去腥,还可以增加麦香气 再来一点开水 豆腐切成大块儿,放入汤中 再放入煎好的鱼块儿 平时无论在家炖什么鱼,切记不要盖盖子 继续煮煮煮上十分钟 直接倒入铸铁锅或者是砂锅中 出锅前,锅上辣椒和花椒油 一发出香味,炒上葱花,美味继承 天冷了,摆上这样热乎乎的一锅鱼块儿火锅 鱼肉焦香又入味 汤汁还可以顺些蔬菜 配上面条和米饭都超级香 馋的口水都要留下来了,快试试吧